我日本妈妈吃东西的时候,牙齿痛,要解决这个问题。 看到那个断裂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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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裂。 在地球上,地球在好多地方断裂了,地球在好多地方断裂了,地球在好多地方断裂了。 进行好多地方断裂了 我看到那个地球啊 地球啊就像切西瓜一样的 被割了一下子 然后有点割了一下以后 再合起来的是个没有对好 像有点斜的那个感觉 没有对好的感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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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东西没有 这个也没有 不然我切这个给大家看 一个 然后整体就没对好 整体没对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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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体就 现在就看到那个 我如果看不起 我看这像 像是主编 主编 有点陷 右边在那边 有点陷下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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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陷下去的感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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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时刻 我看到曾经 在47年之前 在47年之前 曾经 外星人 对地球进行一会改造 进行一会改造 改造的时候 改造的时候 一刀切下去,一刀切下去,一刀切两瓣,然后转了一个磕,转了一个磕,转了一个磕以后呢,就一边形成了那个大峡谷,美国的大峡谷,另外一边中国的鸭鲁藏不降大峡谷,这是以前的,曾经在历史上面发现过这个词,另外以前的铃牌当中呢, 以前的铃牌当中呢,发现啊,地球啊,就像我们那个橘子啊,橘子不是一囊一囊一囊可以拿下来的嘛,它可以把这一囊拿下来,放到这个地方,这里一囊放到那个地方,互相换位置,互相换位置,它怎么换呢,把地球切割成一块,切下来一块,然后就放到那个废谷上面, 然后呢,它就把那个,挖到另外一个地方,挖出来一块,挖到那一块,然后呢,用飞碟呢,把那个地方挖出来一块嘛,就用飞碟运走了啊,把那个拿过来的一个嵌进去了,然后呢,把那个刚才那个第二块拿下来,切下来的那块呢, 那边,三个,三个掉下来的一个嵌进去了,一个嵌进去了,他们够长时间,就要把地球改造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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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现在,他们又要进行地球改造了,现在,又要地球进行改造, 又要对地球进行改造,又要对地球进行改造,你看,是可以新的气候,是可以新的气候,但现在怎么改法呢,现在什么改法,暂时还不知道,暂时怎么改法还不知道,怎么改法还不知道,但是呢,现在已经看到了呢,就是那个,发生了断裂,断裂, 整体上下发生断裂,哎,这样,我们只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,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,万一人家说哪个地方断裂,哪个地方断裂,你不要太紧张,随那些地质学家,科学家,地质学家,随他们去分析器,哎,外星人有办法解决,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改造的一部分,所以呢,无论看到什么报道以后,大家不要近况,大家不要近况,大家不要近况, 而且接下来一段时间呢,会发生的,从来没有地震的地方呢,会发生地震,也不要近况,也不要近况,我们记住一句话,有外星人在,他们能干我们人类想象不到的事情,他们会干人类想象不到的事情,这个时刻就看到了,看到了,看到了,为什么那个左右有点斜骨呢,斜骨呢, 我们原来说疑心,疑心嘛,原来说疑心呢,越来说疑心就是吧,就相当于让那个机构,在地球上的,拉根绳子,拉根绳子,算了根绳子,拉它,但一个圆球上,你算一个绳子就不好算了啦,大家有这个概念吗,你一个,比如说篮球上面,你算一个东西啊,是不好算,但是你那个半球啊,两个半球啊,一批尾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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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尾 稍微找斜固一点点,算成这就可以了,算成这就可以了,算成这就可以了,所以呢,未来啊,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,它就要对地球要算成这,算成这,算成这,相当于,我们想象一下,一个球要要算成这,要算成这,算成这,算成那这边,所以光约路的球不好算,所以呢,它把一个球要撇开一点,要斜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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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, 要斜过一点 要斜过一点才行 因为我这边实在一个斜过也不要 就演示也没办法演示了 所以稍微斜过一点点 两个半期稍微斜过一点点 这斜过一点点算成这就好算了 算成这就好算了 所以啊 接下来一段时间会发生那个 有开裂 不要紧张 我自己不要紧张 但是呢 科学家会下的半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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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甚至于有些科学家下的饭也吃不下 甚至像智商的独猶 像智商的独猶 因为按照他们学习道的知识和理念的话 他们可以描述成地球要毁灭了 但是我们知道 有外星人在的话 我们什么都怕 他们会维护好我们这个地球 但是呢 我们记住一句话 我们呢 再也不能搞核实验了 再也不能搞核实验了 你搞核实验的话 一下子把整个宇宙破户 会影响 因为影响在太阳 然后影响在宇宙 那外星人会有可能 不救我们地球 或者他们对地球下水也有可能性 只要不搞核实验 只要不搞核实验 其他好好的 他们也不会来干预我们地球人的生活 记住这条就行了 好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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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